事关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王阳明 做个心中永远有光的人 作者王守一 让我们一起来听 有人说,世界的好与坏 完全取决于你的内心 若你的内心充满阳光 那世界就是绚丽得彩的 若你的内心布满阴云 那世界就是黑暗无比的 内心有光,你就是自己的太阳 不仅照亮自己,还能温暖他人 人们常说 心是你身上的一盏明灯 能够替你照亮前行的路 确实如此 心里有什么,你看到的就会是什么 心中有光,前方就是康庄大道 心中无光,前方就是荆棘满地 心态改变 心态改变,态度跟着改变 态度改变,习惯跟着改变 习惯改变,静格跟着改变 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 我们一生追求的幸福并不是物质生活发生得到的变化 而是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能够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那么健康,成功,幸福等等都会随之而来 佛说,物随心转,静由心造 烦恼静由心生 心里幸福了,所表现出来就是幸福 你幸福与否,其核心关键就是在于你的心 意思是说,这世间万物都是一体两面的 它们是共生的,缺一不可 人的大脑很神奇 当你处于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时 它便会控制你去看到事物好的一面 与此同时,还要灌输正面的信息给你 使得人类变得开心起来 二,心态好的人,精神状态也不会差 你的精神状态如何,往往取决于你的心态 用不同的精神状态去面对生活 那么最终导致的现实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从前有一位老婆婆 她家中有两个女儿 老大嫁的丈夫是一位卖散的小商贩 老二嫁的丈夫则是一位卖鞋的小商贩 每当晴空万里的时候 老婆婆就满面愁容 叹气道,太阳这么晒 买雨伞的人是很少 大女儿该怎么生活呢 可到了下雨天 她又担心自己的二女儿 雨这么大,谁还去买鞋呢 我那二姑娘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因此,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 老婆婆就没有开心过 总是忧心忡忡的 直到有一次 一位大师碰见了老婆婆 听了她的哭诉之后 劝慰说 老人家您多虑了 这种事您应该开心才对 您看,大晴天的时候 二女儿的鞋子销量很好 下雨天的时候 大女儿的雨伞销量也不差 老婆婆听完之后 觉得非常有道理 自那以后 她便不再伤心了 反而帮衬着女儿们 卖鞋卖伞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王耀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心血专家 这跟她的好心态密不可分 正所谓 此心光明亦附何言 这句话足以总结了 王耀明的一生 她那颗充盈而又光明的心 替她照亮了一生的路 王耀明与友人出游时被问 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 与我心意何相关 她回答道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辱同归于迹 你既来看此花 得此花颜色亦是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哪怕洪水滔天 我心安然 哪里都是桃花源 哪怕暗夜无边 我心光明 哪里都是水云渐 三 内心有光之人 才是真正的智者 心里的光是一种智慧的修炼 一种本真的保持 好的心态是一种大智慧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既然无法改变遭遇 就要学着去改变心态 内心有光之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那种光是柔和的 足以控制自身的情绪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遇到事情不要生气 不要抱怨 懂得一笑而过 更懂得奋力前行 立地成圣的王阳明 也是一路坎坷 先是参加会时 名落孙山 然后直言上书 却又触怒刘锦 不仅被停账四时 还因此被贬到贵州农场 到了农场之后 生活条件艰苦 当地账毒严重 乡民们还十分排挤他 尽管如此 王阳明依旧能够 效对生活 悟道成圣 就像天气一样 雨天只是暂时的 或许经历风雨之后 还能看到绚丽的彩虹 所以 面对风雨的洗礼时 不要抱怨 不要灰心 要积极乐观 对生活充满热情 那样才会遇见 更美好的未来 内心有光之人 一定是很温暖 那种光是炽热的 足以宽容他人的一切 宽容不是懦弱无能 而是一种成熟 一种豁达 儒家主张终述 你原谅别人 也就是原谅自己 明正德十四年 王阳明奉命 缉拿宁王 可就在他顺利 勤获宁王之后 奸臣们纷纷记恨他 幻尘章中 与林军左卫指挥使 许太率领的军队 进驻到南昌一带后 为了争夺功名 故意挑衅王阳明 对其百般辱骂 然而 王阳明丝毫没有任何动作 在他看来 愤怒之类的偏薄情绪 人心之中 怎么会没有呢 只是不应当有而已 平常人在怒怒时 控制不住感情 便会怒得过了度 就不是 扩然大功的本体了 以宽容 典引宽容 以温暖 传递温暖 内心有光之人 十分纯真善良 那种光是干净的 足以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得失 紫夏曰 大德不于贤 小德出入可也 就是在告诉我们 即使事实纷乱 本心也不能丢失 大的道德上 绝不能愉悦 小节上 可以有些出入 王阳明一向淡泊名利 他曾说 在这世间 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必定会追求名 利 财等等 这样心里才会踏实 但追求身外之物时 一定得遵循自己的良知 若因为这些 而泯灭良知 失去本心的话 必定会后患无穷 内心有光之人 能容万物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缠于物 漫漫人生路 一边温暖自己 一边照亮他人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